对于好 郭学夫两个超级好朋友 究竟私下默契如何呢 默契喔 应该还好 没有默契 嘿嘿嘿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默契大讨厌啦 第一次见面应该在舞蹈教室吧 蛤 哪一部戏啊 蛤 蛤 八大 就是刘啊 蛤 刘雨豪 我就问她说 我可以放上就是我 我们不能是朋友的一些 花絮影片吗 上礼拜 她问我一些影片的事情 什么影片吧 就她在拍戏的时候 有拍一些册拍的影片 八月十二老师她的生日 是一个好日子 是这样 一个巨星的诞生 自己乱讲 乱讲 不要 我的生日 不要乱讲话 我会穿水母衣 水母衣 没有这些形象 没有这些形象是不是 高叉泳装跟 好难喔 我不会 可能会 比基尼加一个罩衫 她不会穿比基尼 她不会穿比基尼 雪佛都没有运动 会有什么 我就说她不会 她 不会穿比基尼 所以答案是 高叉 先吃肉吧 吃肉 补妆 弄头发 应该都还好吧 讲错话 很爱控制别人 你说本人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会跟我交换吧 林爱妃吧 八分吧 十分 我觉得我要仔细看一看 凯乐的身材 如果她身材比我好 她应该会选择 凯乐 乱讲 对 雪了 你身材比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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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修 都没有人了 不用延续了 就当意思 逃 你身材比我好 凯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感觉她很天真 没有压力的感觉 雪佛你听到了 你都天真 不是啊 雪佛太熟了 你跟雪佛有压力 不是啊 我跟雪佛太熟了 我们就很 太了解彼此 会巴地巴地的感觉 合作 樊风 臣 人生吗 对啊 就是 因为我记得 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在 2013年的 什么舞台剧 金正宗的舞台剧 对 因为阿飞其实是一个 很有趣的人 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他有时候 有一支 就我很 喜欢她一种 很有趣的感觉 可能所以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现在包括我现在 以前那时候的影片 或是滑流的侧拍 我都发现 自己那时候真是一个 轻涩到不行 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面对 所以一直对她有一种感恩 所以有一种奇妙的默契 跟感觉存在法 可是雪姆说她只有八分 没关系 你都记错了 不是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趁下两分 趁下两分 对啊 生日快乐没祝福扣两分 没关系 因为她生日没有祝福我 所以也没有关系 硬要讲 真的是个女生 生日快乐 再一次隆重的跟雪姆说 雪姆 生日快乐 八大采访组 采访报道